香港电视发牌风波冲击之下 香港政府的民情指数首次跌破60点 为58.3点 创下20年来的新低 特首梁振英西齐六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 遭遇学民思潮成员的抗议示威 要求他下台 而场内也有市民要求他辞职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香港的民情指数创下20年来的新低 矛头都指向香港特首梁振英 而他所到之处到处都伴随着示威和抗议 梁振英早上到香港电台出席节目 有20多名学民思潮成员在场外示威 大批警员到场戒备 又竖起铁马分隔示威者 梁振英到场合离开时都一度发生混乱 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爬上铁马高叫口号 多次试图地信受阻 斥责警方政治打压 我不明白为何警方用这种暴力的方式去阻挡示威者 我们很希望向梁振英交出一个请愿信 是交代清楚为何他不愿意去落上一个普选 或者是政改方案何时咨询 为何警方连一封的示威信都用不下 要粉丝太平 节目中 梁振英被市民批评上任一年 没有做到开诚布公 有市民更当面问他是否因为名望低而考虑辞职 而他就变称不会叫名望低的议员辞职 另外 梁振英也拒绝回应 早前中联办密会议员是否干预香港的内政 新唐人记者梁振在香港报道